今年5月初成立的台湾司马利劳动合作社 10月26号举办原住民音乐文创世纪 希望让更多人能认识原住民专业工艺师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族人就是以他们的祖林 给他们的一些文化传承的 譬如说一些工艺的记忆 我们都结合现代的产品 可以让它做成一个产业化 原住民的文创产业在都市深耕 司马利劳动合作社看到亮点并辅导族人 鼓励族人在现代产品加入原住民族元素 不只能传承文化 也可以带动相关经济产业发展 那我的专场就主要是在设计一些文宣品 文创品 那希望就是透过我的专业 能够在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当中 来寻找更多一个创造的一个发想的这些机会 就是结合一些文化 就是原住民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图腾 或是故事加速在我们的皮革手座上面 它不只是实用性的一个包 也变成就是有图腾 各族图腾的代表性 族人们运用自身所学专业 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及图腾 发挥在自己的文创品上 也展现每个作品吸睛的独特性 云日新闻 以外娜威 嘎娃新竹市采访报道 可以做这件事吗 不许可服选业